- 莫子车,原来你也是O型鞋啊,我也是,咱们俩也太有缘了吧。O型鞋的人呢,比较任性,比较冲动,他们都比较工作狂。 - 打住! - 你已经通过星座把我给剖析的体物外敷了,现在连血型也不放过了是吧? - 随便跟你聊聊嘛,那么认真干什么呀? - 喂,你,你走路走这么快,头不疼啊? - 我用脚走路,又不用头。 - 你给我过来,我跟你说正经的,你以后开车能不能小心一点,别再出事了。 - 不过还好,我跟你的血型是一样的,还可以随时为你先写。 - 木子车! - 木子车! - 木子车! - 雄雄,你明朱爸爸不要你了,他去陪别人了。 他说 他没有时间谈感情 其实只是不想跟我谈感情 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进来也不说一声 你别多想啊 我只是在背台词 这场戏写得太伤人了 既然这么难受 以后我就少接这种戏 我会告诉小剑 多接点喜剧 是啊 以后还是多演些喜剧吧 看来今天 我好像没有来的必要 有什么事吗 是这样的 风景今天来找我 他想找你和云秀一起拍电影 这个电影的剧本我看过 很精致 也很感人 不过美中不足的地方是 结尾是个悲剧啊 我本来想帮你接的 可是现在想想你刚刚说的话 如果你常演这种悲剧 你很有可能会走不出来的 拒绝 果断拒绝 我也总不得 永远只靠着云秀一个任务啊 也该换换CP了 好 我马上帮你重新找个官配 我就不愿意 看你找谁 除非你亲自来求我 等了这么久了 柳依到底来不来 要不 我给他打个电话吧 不用了 我说过他会来 他就一定会来 你来啦 来来来 快快快 坐 请请请 我这次过来 是受了风景的邀请才来的 能来就好 太感谢了 来来来 快尝尝 这是咱们上海最好吃的酱鸭 你们怎么可以吃鸭鸭呢 风总 这份策划案 我已经很详细的看过了 云秀也向我表达过 她要演这个角色的意愿 我还特地找了国内和国外 做大数据的团队 再次对这个策划 进行了一次全新的大数据评估 我很遗憾 其结果非常的不乐观 预计票房根本收不回成本 远达不到公司 对项目盈利的预期 我这个人 向来不相信大数据 我只相信自己的直觉 你为什么相信你的直觉一定对呢 我没有理由 用这么大的资金和资源让你们赌博 万一你们失败 对我们IPO的计划打击太大 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 可我也找出了三条理由 你应该无法拒绝 悦闻其详 第一 柳逸愿以零片酬出演这部电影 有了柳逸和云修 想谈下其他大咖 应该不是问题 而且 他们就对CP 话题多 粉丝量也大 第二 元氏集团 已经决定为这部电影 投资四千万的资金 因为他们也想凭借这部电影 为柳逸彻底打下江湖地位 而且 冲击下一届金箔奖的最佳女演员 相反 我们公司的投入 并不多 第三 元氏国际 已经同意我们公司成志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利总 应该会让你挂一个制片人的头衔 不过你放心 活儿我会照盖 好啊 我会向利总汇报的 风景的电影 如果做得好就是公司的利用 如果做得不好的话 我懂了 那就让她做吧 我让阿曼达去全程跟组 谢谢三位主创 也特别谢谢今天到场的媒体朋友们 在这里我有一件事情想要告诉大家 那就是唐云启这部电影 是我们公司的情怀之作 我之所以选择启动这个项目 是因为燕丝溢出了挣钱 我们同时也是一家 凭艺术良心 致力于创作高品质电影作品的公司 凤总 凤总 这个项目她做什么了 明明这一切都是你促成的 永远不要让这种事情影响你的情绪 你现在要做的 就是把唐云启演好 在这部电影的前半端 你的服饰和造型 都是以颓丧的形象出现的 所以 当没有光鲜亮丽的皮囊去吸引观众时 唯一可以吸引观众的 就是你的眼睛 在眼神方面 你可以多向金剧演员去学习 为什么浓墨仲裁 改不住灵动的眼神 为什么一个眼神 就可以表达如此多的丰富的含义 这些东西 都是你要学习的 所以 降到那座呢 但是 像我你促成的 不是我自己 把你促成的 就是我自己 是自己 我自己促成的 就是你自己促成的 你自己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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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妃 开始 唐云琪 你到底把我当什么东西 兄弟啊 一看清楚 我是女人 我不是你兄弟 那又如何啊 喂 风总 第一天 感觉好吗 挺好的 一切都好 你放心吧 那就好 我一会过来 给你准备的 都准备好了吗 知道了 你干嘛呀 这么着急 你来嘛 你来嘛 你干嘛呀 非来这里说 除非你亲口告诉我 不然 我是不会相信你的 请你不要再装饰你半可怜 来让别人同情你 生日快乐 我还真忘了今天是我的生日呢 这些素材 都是我亲自挑选 自己剪辑的 里面记录了你这三年来 所有的努力和进步 我希望你以后 人生的每一个三年 都有我陪着你 谢谢 我很喜欢 姐 还有我的礼物呢 真的 你还有礼物啊 拿来 今天啊允许你刷微博 我揍死你 这本来就是我的微博 你 感谢你来唐云启 生日快乐 新款哎 很贵吧 喜欢最重要 谢谢 最好的敌人 生日快乐 这个 我可以现在打开看吗 这是你亲手做的 喜欢吗 喜欢 特别喜欢 圆语哥 等会儿啊 这场戏呢 说的是 沈宇峰被一群官兵追杀 深陷险境 唐云启呢 赶过来救他 记住啊 牵着他的手把他带出险境 牵着手 对 牵着手 还有注意啊 你看 有诈点 还有那儿 那儿 设置了几个诈点 好 待会儿你们过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安全 好的导演 放心吧导演 好 你们那边准备好了没有 胳膊本座好了没有 都复制好了吗 复制好了 好了 两个影好了吗 好了 导演说牵着 来 准备啊 好嘞 准备啊 三 二 一 开始 站住啊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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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走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于湘 于湘 快点开人吧 医生 我朋友怎么样了 病人失血过多 需要马上输血 但是血库告急 我们正在进行紧急调血 我们俩都是O型血 用我的 O型 可它是AB型血呀 马上联系血液中心 紧急调血 是 医生 你们是不是弄错换眼单了 我看一下 病人木子车 男性二十五岁 对啊 应该没错 不对 你们肯定是弄错了 这你可以放心 我们医院是完全按照操作流程 进行化验的 而且这化验血型是最基本的 根本不会错 对啊 没有人 不是 验顶 没有人 是 駕駛 消灯 没有人 秦 什么 什么 来 ام 很严重对不对 喂 风总 你在剧组吗 我现在没在剧组 云霄出事了 在医院 怎么会这样的 我马上赶过去 谁啊 升更半夜打电话 是风总 她说云霄拍戏受伤了 什么 云霄受伤了 严重吗 不知道 我现在马上赶过去一趟 风总 云霄她 云霄为了保护刘毅 肋骨受伤 不过现在已经脱离危险期了 明天一早 媒体势必会大肆报道 所以天亮之前 搞定媒体务必低调处理 至于剧组方面 通知导演 让云霄的戏份顺延 并且不准任何人发布云霄的伤情 是 我这就去办 我这就去办 云霄出事的时候 你在哪里 我 我 我 作为一个经纪人 你已经失职了 我不希望 当一人发生状况的时候 还需要我来通知你 是 你要记住 你首先是个经纪人 其次才是个女人 所以 您刚才给墨子彻输的是AB型鞋 对啊 因为墨子彻它是AB型鞋 所以我们给他输的也是AB型鞋 这个 没错吧 那 那他没有什么排斥之类的反应吗 他现在正在昏迷当中 那是因为我们在手术过程中 使用了麻药 他现在还处在麻醉胃醒的状态 但是其他的一切生命体征 都很正常 所以我不明白你说的问题 医生 一个人的血型 会不会变 人的血型是终身不变的 所以基于这个血型的不变性 医学上广泛地使用验血型 来进行简单的亲子鉴定 和个人实力 不变性 难道 难道就没有特殊的情况吗 基本上不会 所以 你说的这个木子车 有什么问题吗 也许是我弄错了 谢谢医生 如果你愿意待在国内 我们 我们只是普通朋友 你知不知道那时候 你偷偷离开 我有多想你 你答应 以后不准再离开 答应了 我 刘亦 刘亦怎么样了 他怎么样了 刘亦他没事 只是擦伤了 老行吧 老行 怎么样 见到云秀了吗 伤得重不重啊 肋骨骨折 伤得这么严重啊 那他岂不是拍不了戏了吗 唐云喜不是才开进没多久吗 是啊 现在剧组那边都乱套了 风景还要让我去搞定导演 伤筋动骨一百天 一百天可是三个多月啊 三个月剧组都杀青了 现在哪怕是一个月 也不可能等得起 等不起最好 本来嘛 都骨折了 也不可能带着伤牌 剧组也不可能等 所以这电影啊 肯定是拍不了了 那么 云秀就没有资格和我征金博奖了 如果这个戏拍不下去了 风景只会怪我没有处理好 你怕什么 你又没有错 凭什么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你身上 不管怎么说 云秀也是我要负责的艺人 云秀是你的艺人 而你是我的恋人 你知道吗 这个机会对我有多重要 只要得到了它 我就能踏入一线艺人的行列 到那个时候 我就可以给你幸福了 所以 只要唐云起停机 云秀就参加不了金博奖 那时候 我就少了一个最大的竞争对手 你醒了 冯总 你怎么在这儿啊 知不知道你睡了多久 放心吧 大夫说你已经脱离危险期了 另一方面 你的戏份将延期拍摄 所以 你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 好好养伤 谢谢冯总 你也赶紧回去休息吧 我没事 肋骨骨折 还敢说没事呢 骨折 别乱动 别乱动 冯总 那我什么时候能回剧座 你也知道 我们这部戏的周青 本来就十分紧张 我不能 什么都别说 什么都别想 一切有我在这儿 你没事吧 刘亦呢 她怎么没在这儿 我昨晚在手术室见过她一面 后来 就不知道她去哪儿了 怎么会这个样子啊 我昨天联系她 一直联系不上 一直到今天看了新闻 才知道你们出事了 会不会回剧组了 我去剧组找找 小剑 喂 小剑 找到没有 没有啊 那工作室呢 工作室电话我打了 可是没人接啊 好 那我去工作室看看 你到其他地方找找 好 因为木子车她是AV星星 人的血型是终生不变的 她不是木子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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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谁 她不是木子车 她是谁 小姨 小叶 你怎么了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不一样 你在说什么 怎么会不一样 放心吧 我刚刚去过医院 木子彻已经没事了 木子彻 木子彻 她没事了 你又没受伤 怎么样 确定了吗 云秀什么时候可以回来开工啊 我咨询过医生了 医生说 云秀肋骨骨折 暂时还不能下床 那还需要多长时间 光是躺着就需要一个月 完全恢复至少要三个月的时间 云秀发生这样的意外 是大家都不想看到的 云秀自己也很难过 直到剧组等不起 毕竟这么多工作人员 是一笔很大的开支 你说得对 这也正是我最担心的地方 而且云秀这么一休息 势必会影响到电影的档期 如果不能在今年内上映 肯定会错过金箔奖的评奖时间 其实作为云秀的经纪人 我内心非常希望 剧组能够等到云秀康复 然后去完成这部 凝聚所有人心血的好电影 但是我也理解您的处境 所以 是等云秀康复 还是换人 我都尊重您的决定 可是云秀是我觉得最适合的人选 说心里话 我真的觉得没有任何人可以代替他 你明白吗 喂 导演怎么说 我跟导演说过了 导演说 会尽全力帮云秀争取时间 我让你说的都说了吗 我说过了 那投资方那边是什么意思 我 方北啊 你可千万别忘了 他们才是这件事的胜负手 我知道了 我让你上升 您好 我是安班达 云秀的经纪人 导演说 会延长拍摄周期 所以投资也要相应的追加 当然了 如果不能在今年内上映 肯定会影响到金箔奖的评选时间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这边也迫不得已 只能换人了 还请就能够亮机 我尊重你的决定 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投资方扬求换人 我要去找导演 我不想就这么放弃 云秀 这么大一个剧组 每天支出这么大 不可能只当你一个人的 我知道你不想放弃这次机会 可是 也要为制片方考虑考虑啊 你什么意思啊 我没有别的意思 目前最重要的是你的身体 以后还会有更多更好的机会的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你是怕 没有这次机会 就没有办法入围最佳新人奖了 对吗 其实新人奖 只不过是一个入门级的肯定 以你的实力 根本不需要用一个奖项去证明自己 我喜欢演戏 我就是因为想演戏 才进入这个圈子的 这部电影非常好 角色也很有挑战性 我不想放弃 你怎么办 初枫 我们这么做 是不是太过分了 你想什么呢 其实云羞她 并没有要跟你争最佳信任 她是真的很热爱演戏 亲爱的 你不要被他们疑惑了 她有多功力 我看得一清二楚 你一定要帮我 我们才是一体的 等我成功了 我会对全世界宣布 你是我楚风的女人 保持好的心情 好好休想 你怎么了 你不是莫子成 你到底是谁 你不失望 你是不是肯定了 你对我来说 你不是自己的 你不是那个 你不是和我 你不是说 你不要有一个 你不是说 如果还是非离去不可 留下又为了什么 如果重生之后是冰河 欲火又为了什么 如果悲剧海上变成 想有什么资格 如果最后还是割舍 怎么当初还会不舍得 我是谁能问谁 我是谁能体会 世界万种思维 我具备 我是谁让我罪 我是谁我不配 永远难安安做结尾 永远难安安做结尾 未完mist 未完mist 未完 essent 未完在 再进 永远 aggi 感谢观看